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望东方周刊刊发题为天赋成都新时代迈向世界城市的文章 关注成都发展动向 触摸成都发展脉搏 报道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 推进五中心一枢纽 也就是全国重要的科技中心 文创中心 经济中心 金融中心 对外交往中心和国际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建设的成果 文章说 一个个成功的故事在这座一夜一居的成功之都上演 并借网友之口感叹 上世纪八十年代错过深圳 九十年代错过浦东 今天你不能再错过成都 半语谈杂志2018年第五期刊发题为 在天赋之国当个新时代农民挺好的文章 聚焦成都乡村振兴的大突破 讲述具有成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如何在天赋卧野上延伸开来 文章从成都市浦江县两河村入手 折射出城市与乡村日趋水辱交融的成都 一副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相逢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现代农业农村画卷 正在天赋之国次第展开 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9号9版刊文 成都以国际视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 报道 底气十足的成都 以国际视野将自己置身全球坐标 谋划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 称赞成都市正在进行公示的总归草案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坚持新发展理念 将城市历史使命和发展脉络 有机融合 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城市发展有机融合 更加注重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具有独到的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 高瞻远瞩地谋划了成都 在新一轮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经营报 以成都美丽一居公园城市建设提速为题 报道成都塑造开窗建田 推门建律的田园风光 和大美公园城市形态的举措和成效 在美丽一居公园城市建设的目标下 绿满荣城 花众景观 水润天赋的盛景令人期待 文章最后称赞成都 在公园城市建设中的探索 符合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是新时代城市建设的新模式 此外 美国侨报也报道了成都发展新经济 培育新动能 是最适宜新经济成长的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